今晚的重頭戲就是國慶晚會 而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就是國慶晚會的第二現場 就位在舉辦地點大巨蛋後面的松菸大道 那可以看到現場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前面的這個現場幾乎是坐滿了人 後面也都站了好幾排的民眾 那他們在這邊就可以透過一幕 及時的轉播收看國慶晚會當晚的內容 而當然了他們儀式感也是滿滿的 把國旗穿在身上戴在身上 也揮了各種大小的國旗 連這個巨大的國旗也出現了 當然今天他們最期待的就是終於開麥 現場的二姐江蕙 他待會也會透過這個螢幕來及時欣賞江蕙的歌聲 那除此之外立法院長韓國瑜他也在臉書預告了 待會這個國慶晚會的活動結束之後 他就會一起來到第二現場來跟民眾一起同樂 甚至他還預告說會有彩蛋 那要提醒觀眾朋友現在這個第二現場松菸大道的周圍 警方都已經陸續在進行交通管制了 如果有路過的這個民眾呢 要特別注意這個交通管制的狀況 我們再把時間交換彭美